猜数是什么呢? 例如我们学过15除以7 那是什么呢? 7,2,1,14 那答案是2 然后是1 15除以7,7,2,1,14 那15-14就剩1 那就是2,1 但是呢,如果我们 按计数机的话 就好像现在按一次给大家看 15 这个除吧,除以7 那呢,就显示一堆数字 那,我们先抄下它 2.142857 142857 143 一寸数字不知道是什么 是什么 那,这一寸呢 就叫做小数 小数 那英文呢,就叫Decimal Number 对了,那叫Decimal Number 那这一寸呢 那小数 那小数是什么呢? 那,我们可以回到之前 复杂一下先了 例如 6318 那呢 我说过 可以把这个数字拆开 如何拆开呢? 就等于 6 乘以 1000 加3 乘以 100 加1 乘以 10 加8 加8 乘以 1 加8 那大家看到这里的数字 那,那 1111 那,那 1000 1000呢 除以10 就是前面这个位 除以10呢 那就只有100 那就是这个 那,同样道理 100 除以10呢 就是 少10倍 那呢 就是10了 那 10 除以10 那 剩1 那就是这个位 那小数呢 就是说 比1 还要小 1 除以10 打后的那些 那 在这个 Case 在这个情况下 就是等于0.1 那这些呢 就是小数了 那 再清楚点说 呢 就 例如这里 1.34 那 我们称为1.34 那 这个 这个 就是点 1.34 就是 现在画的这个点 对 那 那 这一点呢 就叫做小数点 1.34 的意思呢 也就是 好像之前那样拆 就是 1 乘以 1 1乘以1 1 3 乘以0.1 加 3 乘以0.1 乘以0.1 4 乘以0.01 把左手边的 乘以10 那 就是等于右手边画的 这个 0.1 那 继续 继续去吧 把这个 0.1 除以10 呢 就会等于 这个 0.01 那 这些小数位就是这样出来的 那如果 不想用数学的方法表达 用图像的方法表达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 那这里画面就画住这个框 那这次呢 就当 这个框 这个框 指着的这个框 是1 那 而 小数点之后的那个位呢 小数点之后的那个位呢 我们可以看成 将前面这个1 一份 那 除以10 除以10 就是斩开10份 1 2 3 4 5 它平均 平均 平均地 很公平地切开10份 那 在这里 就拿一份 那 那 即是我在游锦颜色的这个 将它拿一份 出来 对 将它拿一份出来 放在这里 那 那 这一份呢 之前的这个是1 那 1除以10 呢 就变了这个0.1 那0.1 就是这一块 这一块就变了0.1 这一块是1 将它平均斩开10份 将它平均斩开10份 拿一份出来 那这个呢 就是0.1 那 如此类推 那 我们继续将这个 斩开 是 刚刚的这个 将它斩开10份 换个第二只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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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4 5 6 6 7 8 9 3 4 5 6 7 9 10 1 6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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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才成為1.34呢? 很簡單 就是 我們先剷掉線 這個是1.11 那麼 要將這一部分 對不起 要將這一部分 這個紅色框 對了 多拿兩塊出來 要將這個 小的紅色正方形 拿四塊出來 變成什麼? 就變成這樣 現在用藍色畫的地方 就是 1.34 這個是1 剛剛這個是0.1 有3個 就變成0.3 加上就是1.3 這個是0.01 拿四個過來 就變成0.04 全部加在一起 就是1.34 現在大家清楚 1.34是什麼意思 這樣呢? 剛剛那個就是小數了 跟我們平時說的數有什麼不同呢? 平時說的數呢? 平時說的數呢? 6.318呢? 平時說的數 我們沒有說小數點的呢? 的意思就是 後面 小數點後面的所有數字 全部都是0 一路去 你喜歡寫多少個0都可以的 沒問題 反正它全部都是0 那就 0呢? 一般就不算的 那就沒問題了 6.318就在這裏了 那如果有小數點呢? 如果小數點後面有數字呢? 那我們就一定要寫個小數點了 例如有0 就算有很多個0 之後有其中一個數字的話呢? 那麼我們這個小數點 和這一些0呢? 都是要寫的 那麼呢? 到最後呢? 就說回 究竟 15除以7 這等於2.1多 這個數字是怎麼來的呢? 那就是 又是 除數 我們請主角出來吧 15 除以7 7 2 1 14 正常就完 如1 那麼呢? 未完的呢? 你呢? 其實是可以繼續補的 怎樣補法? 用紅色啦 那麼呢? 加小數點吧 這裡又要加小數點了 因為本身15嘛 15在這裡結束了 那麼這個就是小數點啦 我講過說 這裡 後面其實是可以加很多個0的 可以加很多個0的 隨便你 那麼之後呢? 下一步呢? 當 不用管這個小數點 那個小數點就是放在這裡的 那麼 當這條數還沒結束 那麼呢? 拉個0下來 拉個0下來 這樣就要繼續算了 那麼 10喔 7 1就7啦 然後剩下3 那又沒結束 又拉個0下來 那麼 7 4就28 那麼剩下2 那麼剩下20啦 那麼 7 2 1 14 那麼 2.142 那麼就是這三個位了 那麼 後面那些呢? 大家可以自己做啦 那麼呢? 那麼呢? 現在就說了 為什麼計數機出來 出不了預數 那麼就出了這個小數 是什麼意思呢? 那麼呢? 就是這樣解釋的 將後面這些 變成0 然後然後 不斷拉下來 就不斷算 算到計數機顯示不到位置 那麼一般計數機可以顯示到8個位 9個位左右 那麼呢? 這個數字就是這樣來的了 那麼呢? 我想看完 看到這裡大家都知道 少數是什麼了 那麼 下次呢? 再繼續 再繼續